国际消息方面 中东局势近一步升温 以色列星期五对黎巴嫩发动 堪称近一年来最猛烈的攻势 这次的空袭目标 锁定贝鲁特的真主党总部 大约20场空袭后 真主党大厦和附近建筑 几乎被移平 黎巴嫩卫生部确认 至少6个人死亡 就是1人受伤 至于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 则是生死未卜 黎巴嫩贝鲁特市中心 传出阵阵爆炸声 滚滚浓烟直窜天际 星期五以色列对黎巴嫩展开 近一年来力度最强的攻势 这次锁定的是真主党 位于贝鲁特的总部 空袭发动之后 贝鲁特市中心多处 瞬间被移为平地 现场宛如人间炼狱 而到了隔天凌晨 以军再对贝鲁特发动另一波空袭 一道道爆炸火光点亮夜空 路透社证实 以色列这次一共发动了20次空袭 以军指出他们此次的目标 是要歼灭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 只是完成攻袭之后 他们还无法确定是否有命中目标 也不排除真主党会隐瞒纳斯鲁拉的确切情况 不过一名接近真主党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在以色列袭击贝鲁特南部郊区之后 他们一直无法与纳斯鲁拉取得联系 但声称他还活着 尽管还不确定纳斯鲁拉是生是死 但一连两轮大规模攻势 已经摧毁了贝鲁特7栋建筑物 造成至少6人死亡 91人受伤 而在过去一个星期 黎巴嫩已经有超过700人 死在乙军的炮火下 是六、六、四、五、十声哭 很大晃 很大晃 这个星期的局势升级 已经导致黎巴嫩约十万人流离失所 截至目前黎巴嫩因冲突 而流离失所的总人数 已经突破了二十万人 就在这波攻袭之后 珍珠党也向以色列北部城镇 萨法德发射火箭弹 回应以色列对黎巴嫩平民的攻击行动 以色列警方表示 珍珠党的一枚火箭直接命中 萨法德居民区移动房屋和车辆 但目前没有伤亡报告传出 只是确认造成严重的财务损失 当局已经派出警员和拆弹部队因应情况 同时努力隔离受攻击的地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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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